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庆好味吃过瘾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 特点是油爆枇杷拌遮面 这话怎么讲呢 它们都是藏起来的美味 一个是藏在鱼身体里的宝石 一个是藏在沙子里的美味 还有一个是藏在泥地里的凶猛动物 这些究竟是什么神奇的食物呢 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呢 跟随我们的探寻小分队一起去溯源吧 鱼肉 高蛋白 低脂肪 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 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 不过要说藏在鱼身上的宝贝 那真是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不我们的探寻小分队 就在饭店遇到了一件怪事 什么东西 哟 这好漂亮啊 这是鱼身上的 眼前的这块宝石 晶莹剔透光滑如玉 很难想象 它跟我们吃的鱼 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找出鱼身上的宝石 我们前往这种大鱼的产地 浙江省杭州市渔航区 一探究竟 众人拉网捕大鱼 宝石究竟藏在哪 三白潭是渔航区 最大的淡水湖泊 我们到达时 当地渔民正在进行捕鱼比赛 但是这个比赛 可不像传统捕鱼那么轻松 因为他们要捕的鱼 不仅个头大 身子长 还十分地淘气 那在这里 我们能否找到 有宝石的大鱼呢 好 现在我们三十分钟 盗计时 开始 渔民们分成两对 撒网 撑船立竿 拉网 装箱 撑重 分工十分明确 到计时十秒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今天的收获看起来真不错 一眼望去都是大鱼 那这鱼究竟有没有宝石呢 当地渔民告诉我们 这种鱼名叫青鱼 外形跟草鱼很像 但是它们在民间有个外号 叫做索命鱼 索命鱼这个名字听起来 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渔民们说 在过去 吃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渔民们就徒手去河边蹲守 但是在汛期 无论是在鱼塘里还是河中 这水是看着浅 实际却很深 从水中要把一条 重达几十斤 甚至上百斤的鱼 拖到岸上来 十分困难 稍不注意 人甚至可能会被鱼 拉入水中 丢掉性命 因此又叫索命鱼 这个头大 身体长的青鱼 它的身上 真的会有宝石吗 我们找到了姚大哥 他会不会知道 宝石的秘密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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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大哥 这条鱼有鱼石吗 你摸摸看 我也摸不出来啊 我觉得 刚才那条大鱼没有 这条鱼估计可能也没有 我也摸鱼 这条鱼有 姚大哥不愧是养鱼专家 简单在鱼身上摸了几下 就能判断有没有鱼石 这么漂亮的宝石 真的藏在鱼的身体里吗 又会藏在哪个地方呢 姚大哥 我觉得应该这个石头 是在鱼头这部分 鱼头这么大 你猜猜看 到底在哪个位置 在鱼嘴这里 不对 鱼塞这里 也不对 牙齿 也不对 只见姚大哥 从鱼的咽喉部位 搁下来一块东西 看起来硬邦邦的 十分粗糙 难道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宝石吗 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你骗我的吧 这个跟我要找的鲸鱼石 根本就不一样啊 还没加过工了 加过工了就很骗了 你确定这个就是我要找的鲸鱼石 对啊 这个就是你要找的鲸鱼石 原来这块粗糙的石头 要经过多次打磨加工 才会变成我们之前看到的 那般晶莹剔透的宝石 不过 鲸鱼的身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块石头呢 这个呢 跟它的实性有关 专家说 所谓的宝石 名叫鲸鱼石 鲸鱼石是鲸鱼喉部 一块用来压碎螺丝等 坚硬食物的增生 鲸鱼石会随着鲸鱼的生长 逐渐变大 因此 从鲸鱼石 就能判断出鲸鱼的大小 为了更好地保存鲸鱼 当地渔民常常把鲸鱼晒成鱼干 一条大鲸鱼 不同的部位 吃法也不同 鱼头浓汤 味道鲜美 剁椒蒸鱼 酸辣过瘾 红烧鱼尾 肉嫩多汁 仅一条鲸鱼 就能征服餐桌上 所有人的胃口 而经过打磨的鲸鱼石 更是让人爱不释手 除了鱼塘湖泊 很多营养丰富 鲜味十足的美味 有的深藏沙滩之下 有的顿形鱼礁石之中 和我们玩起了躲猫猫 比如产自广东省 穗西县的沙虫 长相奇怪的沙虫 真的能吃吗 真的好吃吗 带着疑问 我们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 来到盛产沙虫的 广东省湛江市穗西县 一探究竟 碎西县位于雷州半岛北部 海岸现长 港湾多 海产丰富 自然资源优势得天独厚 十分适宜沙虫的繁殖生长 但是我们在沙滩上 走了很久 也没有看到一条沙虫 这是为什么呢 这沙虫呢 大姐啊 我在咱们的沙滩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了 一条沙虫都没见着 不说这个沙滩上沙虫多吗 怎么回事啊 那个沙虫不是长在上面的 它埋在地下有四十公分那么长 上面有一朵一朵的像梅花一样的 那这块有没有那个 那个就是吗 大姐刚才跟我说沙虫啊 是躲在这个沙滩底下四十厘米的地方 如何判断这底下有沙虫呢 大姐教了我一个方法 就是看这个沙滩表面上的这个纹理 您瞧这块 大姐说这底下一定是有一条沙虫 是吧 花纹有点像这个梅花 一会儿咱们来挖挖看 沙虫没有任何防护能力 在海洋生物中属于弱者 鱼 虾 背蟹等都是它的天敌 为了躲避天敌的侵袭 沙虫在很小的时候 就要学会快速钻沙的本领 它们用稳步在沙里挖掘一个洞穴 然后就躲藏在里面 洞穴的深度往往达到四五十厘米 甚至七八十厘米 推潮时 沙虫会钻出来活动 在洞口留下一些泥沙 形成像梅花一样的痕迹 这让人很容易发现它们的藏身之处 根据这些梅花纹 真的能够找到沙虫吗 大姐 咱们挖沙虫要怎么个挖法呀 一挖一挖地把它跑开 手伸下去就把它抓出来了 就这样 挖下去 没看见虫啊 大姐 哪有虫 我都挖了四十多厘米了 一条虫子也没有 你那个方法不灵啊 不是方法不灵 是你这条不好 那我再试一下 大姐说要浅一点 现在浅 果然我看见小水柱了 你看 小水柱 在这 在这 跑了 又以失败告状 那大姐 你给我演示一下 我看看你怎么挖的 好不好 你这个挖得好浅 我看见了 你看 你看 有一个 看看 挡到了 挡到了 看看 看看 大姐成功挡到一条沙虫 沙虫长潮时钻出 退潮时潜伏在泥沙洞中 它对附近的响洞反应非常灵敏 人的脚步声稍近 它就会迅速退缩到洞底 很难被抓住 如今 在海边挖到的沙虫 虽然大部分都是人工养殖的 但是依旧功不应求 刚一上岸 就被附近的餐馆一抢而光 当地从事沙虫产业的农户 都获得了不错的收入 沙虫产量上来了 可是新鲜沙虫只能在海边吃得到 如何才能让更多人 尝到这沙子里的一口鲜呢 我们继续溯源 沙虫美味背后的秘密 沙虫好吃不好做 吃沙虫之前 为什么还要经过一道重要的工序 同样是挖沙虫 有的人把挖到的沙虫 卖给了收购商 有的人把沙虫带回了家中 这又是为什么呢 今天毛绍方家里非常热闹 大家围坐在一起 从事着一项名叫翻沙虫的工作 翻沙虫就是对沙虫进行清理 沙虫是沙子中的微生物长大 因此其肚子里不免会有沙 必须要把沙取出 挖沙虫难 翻沙虫更难 难就难在一个翻字 沙虫用清水搓洗干净 用竹签从沙虫一端穿入 先穿头后穿尾 慢慢地抽出竹签 使得沙虫肉向外翻出 再用清水洗搓干净 直至把细沙和其他杂质除净为止 首先我们拿一条沙虫 就要把它折起来 用竹签从它的头开始串起 这样一串过去 然后拉出来 再从这个尾穿进去 一拉 然后它的沙虫里面的肠 沙子全部都拉出来 这样子就搞干净了 搬好的沙虫清洗后 用热水定型 在两小时内进行烘干 过去传统的晾晒方法 就是把沙虫放在筛子上 用太阳曝晒 但这要看天吃饭 后来沙虫烘干 都是用烧柴烧煤的方法 但是这样烘制出的产品 品质参差不齐 颜色不均匀 而且还有废弃烟尘的污染 如今有了电动烘烤机 随时随地都能进行烘烤 效率高又环保 进行两个小时的烘烤 就变成了现在这样的沙虫干 我们来看看 敲上去就是脆脆的 还挺硬 你看很有韧性 摸上去有点像塑料的那种感觉 据了解 十斤咸沙虫才能烘烤出一斤沙虫干 高品质的沙虫干 一斤就可以卖到千元以上 许多农户靠着销售沙虫干 增收致富 沙虫干的吃法有很多 其中最经典的就是用来煲汤 沙虫干煲汤是当地人款待贵宾 必不可少的佳肴 美味往往来之不易 看来要想品尝到这种深藏在沙滩中的海味 需要付出尖心和汗水 今天我们要溯源的第三道 藏起来的美味 躲在了水塘中 而且十分凶猛 究竟是何物呢 跟随我们的小分队继续溯源吧 从北京出发 飞里湖南常德 再驱车四十分钟 我们来到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 汉寿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 洞庭湖西滨 苏哈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什么才是汉寿人的最爱呢 当然是甲鱼了 我们当地搬酒席 酒席上面甲鱼食一道名菜 王眼大 残留鱼骨 鳞鱼被吃背后究竟有何秘密 汉寿县被称为甲鱼之乡 我们从汉寿县城出发 驱车十几公里 来到了位于洞庭湖西的甲鱼场 一探究竟 我看用这个网补吗 这个网不大呀 这么大的面积 养殖厂负责任蔡大哥 手中的这张网很不一般 虽然不到200米长 但是网眼却不小 将近十指大这个网眼 甲鱼不都弄下去了 还能补到吗 可以补到等一下你看吧 见过用钢叉叉甲鱼 可是网补甲鱼 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 尤其是这网眼 竟然有两个巴掌大 抓到的该是多大的甲鱼呢 不过此时蔡大哥却卖起了棺子 看时间为什么呢 你等会就知道了 好 我们去干嘛 还想去看看是吧 好 蔡大哥不知从什么地方 拎来几条大鱼直奔水塘边 随后把鱼扔进了水塘 几分钟之后 蔡大哥带着我们 来到他刚才扔鱼的地方 就在这儿 平静的水面 四周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蔡大哥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里呢 我做了个标准 这有什么东西啊 蔡大哥拎起绳子 随着绳子被一点一点从水中拉起 水面上开始出现水花 这不是鱼吗 这叫鱼嘛 这啥 什么都没了 刚才还是一整条 近四斤的大鱼 此时已经面目全非 几乎只剩下鱼头和鱼骨 这鱼肉都去哪儿了呢 甲鱼吃的很像那七八糟咬的 这是多少时间给它咬这么多肉下去 五分钟 仅仅只过去了几分钟 白鲰鱼被甲鱼吃的 只剩下鱼头和鱼骨 我们很纳闷 这鲰鱼和马上要捕捞的甲鱼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甲鱼的牙齿 我们今天就知道 这个甲鱼大概多大了 这个大约咬这个口大约有多大 十斤左右 我们说的甲鱼的牙齿 可能这个鱼到底多大了 口不会抓不来 原来几分钟之内 白鲰鱼几乎被甲鱼抢食一空 蔡大哥据此判断 周边几个同样的水塘可以开补了 我们决定跟着船体验一回 如何网补甲鱼 可以开始下了是吧 好 网就下在了水塘的中央 成一条直线 也叫直网 直网是挂在水中 两边的甲鱼浮出水面时 就会撞在网上 一百多米长的网 几分钟就下完了 等待二十分钟后 我们再次坐着小船 滑向水塘中心 开始起网 养殖户说 这网有点沉 难道网上有大家伙吗 果不其然 是个三斤多的大家伙 我们立即起身帮着拉网 原本坐在船上 不知不觉就站起身来 完全忘记了身处在摇晃的小船中 王捕甲鱼的量虽然大 但是网在水中的时间 却要把握好 二十分钟就要起网 否则甲鱼一旦挂在网上 时间过长容易在水中窒息 这不 眼前的这只甲鱼 就因为在水中憋气时间过长而窒息了 养殖户赶紧给它做人工呼吸 接着又反复按压其胸部 甲鱼终于缓过劲来了 虽然我们只是帮着养殖户收瓦 但是一网下去能有几百斤的收获 我们这心里全是满满的成就感 还真不轻 很重很重 至少这一袋的有五十斤 王捕甲鱼虽然一网少则二三百斤 多则五六百斤 但是一个水塘里就有几万斤的甲鱼 这么多甲鱼怎么补得过来呢 这时我们发现旁边有人正拿着鱼竿 看上去像是在钓鱼 不过奇怪的是 别人钓竿是拿在手上 而此人却是扛在肩上 在钓线的最下端有一个牵坠 牵坠往上十厘米左右有两排铁钩 铁钩的间隔有二十多厘米 更奇怪的是 铁钩上竟然没有饵料 没有饵料 怎么钓鱼呢 此人紧盯着水面 突然双手击掌 接着快速甩钩 一击击中 转动波轮收线回拉 一气合成 此时钓竿已经成了弯月形 看来上钩的是条大鱼 钓上来的竟然不是鱼 而是一只假鱼 原来钓竿就是打假鱼的蛋枪 和钓鱼的鱼竿相似 而此人正是蔡大哥请来的 打假鱼的蛋枪高手 在汉寿县用蛋枪打假鱼 堪称当地一绝 每逢八九月份 是蛋枪打假鱼的黄金季节 据说一位蛋枪高手 一天就能打几百斤 蛋枪手告诉我们 鸡掌是为了惊动甲鱼 假鱼听到响声会上浮换气 鼻孔露出水面 此时就是甩钩的最佳时机 要把钩甩到假鱼身后 20厘米左右的地方 要反应了 反应快 可是水面上 根本就看不见假鱼 假鱼在哪呢 一定它要扶出头来 当然我看到波纹都给它遮住了 看不清楚 波纹越大 它头就伸得越高 没有波纹它就低 发现藏身水中的假鱼 已经不易 要打到则更难 可是蛋枪手竟然不到半个小时 就轻松地打了十几只 果然是名不虚传 野养假鱼野性十足 当它和饲料假鱼相遇时 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一方是青色的野养假鱼 另一方是颜色微黄的饲料假鱼 双方一见面就是一番混战 跑得真快 什么地方都要咬乱一山 你看到吗 它就不松口 它这个泥气大不大 这个黄甲鱼就没泥气 吃饲料的 这只野养假鱼 看见饲料假鱼 立刻就扑了上去 死死咬住饲料假鱼的裙边 始终不撒口 显然青色的野养假鱼 占据了上风 它不松口 那这个假鱼呢 这个是野养的 野养的是吧 野养的是吧 它还是比较凶猛一点 它的活力不一样 它除了抢食咋的还有呢 而且野性足 是野养假鱼的突出特点 除此之外 野养假鱼的行动 也十分敏捷 在天然环境下生长的野养假鱼 环境更生态 保护了假鱼的野性 生命力更强 品质也更好 野养假鱼通常是现抓现吃 讲究一个仙字 当地人用它创造出 怎样的美味呢 野养假鱼土造作 会有怎样的好味道 红烧假鱼 是汉寿县当地的一道名菜 假鱼的全身 覆盖有一层保护膜 在杀后 把假鱼洗净 直接放入锅中焯水 除去这层保护膜 用开水烫一下把它撕掉 就几秒钟 焯水时间的把握尤为重要 尝尝它就湿不掉了 和那个肉就合在一起了 甲鱼身上的这层保护膜 如果没有去除干净 就会影响口感 吃到口里就苦啊 吃了 将甲鱼切块后再次焯水 起锅烧油 放入几片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下锅煸炒 它这个里面有猪油嘛 炸上面的猪油香 这边炒就提香了 放入姜蒜桂皮和八角 把甲鱼块倒进锅里一起翻炒 香味一下子就四散开来 炒的时候就用小火 十分钟左右 红烧甲鱼时要不停地翻炒 防止糊锅 放入青椒 加少许料酒 翻炒 等到甲鱼颜色微微焦黄 加水 焖煮三十分钟 待汤汁收尽 一道美味的红烧甲鱼 就可以出锅了 食材藏起来 好味道藏不住 江河湖海孕育出这些 朵朵藏藏的水产品 智慧的农人 对他们进行挖掘 剪食捕捞 满足食客的味蕾 丰富着老百姓的餐桌 这个国庆假期 你也可以来这些食材的原产地 体验一下如何把这些 藏起来的好味道亲手找到 顺便逛逛河美乡村 点赞祖国山水景色 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